你說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用比如說V2函數的話 也是可以做 不過變成說你要預先把公式先放在裡面 當它裡面有變化的時候 他們自動才出來 那這個缺點第一個是 你要先做很多的公式在背後 第二個的話檔案會變大 為什麼因為你要塞很多公式在裡面 儲存起來那些東西都會佔我們的檔案的大小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像這個VBS 當我輸入之後它自動帶的 可是我要怎麼當它輸入自動帶呢 第一個我們要一樣事件驅動 就是你要先到Visual Basic裡面 先做什麼呢 找到我們現在的這個工作表物件 它的名稱叫做什麼呢 叫做股票配股 所以這一個找到股票配股 我前面講 一你要先找到它是哪一個物件 OK這個 好沒問題 二的話呢 怎麼樣呢 把它打開來 然後找到Worksheet 它的什麼 當它Change的時候 OK 按錯了 當它Change的時候 所以呢 我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把剛剛這個地方呢 也一樣改成Change 不是Slice and Change 因為Slice and Change 選舉是選舉區被改變 我們是當只要有資料改變就可以 好 那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要判斷就是說 其他欄我都不管 我就管業績這一欄 所以業績這一欄的話是第三欄 那我前面講過 判斷的方法 一幅什麼呢 Target 就是那個Target指的是 叫做引述的物件 告訴你說哪邊改變 那你把它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剛剛是用Address 對不對 是哪一個位置 那我現在不是哪一個 我是哪一欄的話 你打一個C 打一個O 有沒有 Column就出來了 Column 不過Column後面你不能等於什麼呢 如果等於C喔 不行 它一定要是數字 第三欄 OK 後面一定要第三欄 ZEN Enter兩下 end if 那如果是第三欄 我才做 後面當然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上面還有三列 上面這三列我不要 那當然你後面可以下條件 如果它的條件是第三欄 end 不等於 應該是大於第三列的話 那你可以後面加一個end end 什麼 Target Target 它的點什麼 點Row 有沒有 它的列 是什麼 是大於 是等於三 而且它的列一定是大於多少 大於三嘛 對不對 才可以 不然的話呢 它如果改了這邊 它變得也會動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就是說呢 第一個一定要是這一欄 第二個一定要是這個以下的列 這個以上的列不行 所以加一個邏輯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這個都是很直覺的 你會想說老師怎麼寫 我就是這樣看著寫的 不知道我怎麼寫出來 所以我的程式裡面呢 都不是憑空來的 都一定是我想到看到的 所以我才這樣寫 好 那我們邏輯確認之後的話 第二個 做什麼呢 我要丟資料到 然後剛剛那個 這個這一欄 這一欄是哪一欄 是Sales 瓜糊 那列的話呢 我現在知道是第四列 可是問題我底下還有第五列 所以呢 我不能用 我們前面說i 可是在這裡你必須把它改成 跟target 跟target.raw 意思就是跟那個 變動的那一個儲存格的列 是一樣的 逗點 後面的話呢 就改一個D 所以關鍵在這裡 其實最難寫的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也是 應該有原創性 網路上應該找不到 找到應該都是 這也是我自己發現的 等於 OK 什麼東西呢 後面的公式 後面的公式很簡單 就請你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就好 所以剛剛那個 模組裡面 我們剛剛 不是這個 應該是 剛剛的公式 把它是不是寫到 寫到別人家去了 還好這個檔案沒關起來 好 應該是寫在 所以應該這個 這個應該模組應該是在自己 我這也是 應該是在這邊才對 我把剛剛我那個 寫錯的 把它應該要搬到自己 所以因為我開兩個 兩個 有沒有 兩個e sale 所以跑到別人家去了 那把這一行怎麼樣 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這個 的後面就可以了 貼一個 那後面其實你會發現 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剛剛這些全部 copy 然後呢 直接貼到這個 的後面 再往前一點 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 關鍵來了 就是這個 把這個 Ctrl C Ctrl V V 貼上 好 基本上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了 不用特別背 關鍵只有這個 Target.column Target.raw 這邊也是Target.raw 也就是Target 實際上 就是我們變動的那一個欄 變動的那一個列 剛剛是變動的那一個位置 所以實際上 那個 點下去後面會出現的東西叫屬性 屬性就告訴你一些訊息 那些訊息就是 變動的那個相關的 information 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透過他給你的information 做後續應該做的事情 那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做的事情就在裡面 這些 我們試一下好了 如果不確定會不會正確 如果會設一個中斷點 這個中斷點就讓他停一下 那比如說我輸入他這個 個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 他是八百九十萬 我Enter了他會變動 Enter就表示確認 他會觸發什麼呢 觸發這個 這個Change的事件 不過呢 有沒有 End if 沒打完 這個 這個錯誤 OK 這是打字錯 因為可能一邊講 一邊去別的地方 好 那補上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會不會進到裡面呢 這裡 一樣 F8 F8的話 這個是不是True 你也可以這樣子 True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True 也是True 所以兩個True相加 才能夠進到裡面 好 所以這邊的話 那他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這個東西 丟到Target點Row 5嘛 所以第五列 的D欄 這一行的話 丟過去 有沒有看到了 再丟過去 好 然後他會 因為Change 所以我跑一下 這個又丟進去了 所以基本上 他就會 全部把它丟進去好了 資金 一個 乾脆全部跑了 OK 全部都跑進去了 所以如果你下一個 在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 Enter OK 有沒有 各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好了 OK 自動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看懂那個邏輯啦 但是會有一個 這個做完之後啦 當然會 已經可以跑了 可是會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當我把它刪掉的話 它還在 所以這個當然你要不要做 好 也是無妨啦 只是說你可能變成要這樣子 刪掉 但如果說你希望 按一下 列列車的話 它會自動也把裡面的東西也清空的話 那變成說你要多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就是如果它Change 可是Change之後它裡面是空的話 那就是清空 所以那個邏輯如果把它加進來的話 其實在我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可以看一下 後面蠻多的 就是 在這個之後 會再多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就是說 如果它裡面是空的 會需要多學 所以叫Targeting Value 這個等一下再看好了 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部分 那我把重點提示 一 先切到那個 我們的Visual Basic 找到現在的這個物件 工作表物件 裡面 WorkshootChange 裡面的話 試著就是第三欄 第三欄 而且是大於第三列 那去把資料丟到這個裡面去 給它畫面先滑給各位一下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其實不難理解 只是說 理解完之後實作 其實多做個幾片 我想應該你就熟了 這個蠻好用的 我覺得 很多地方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自動把結果給帶帶過來了 然後再來就是學會 後面還有把其他不能變更的欄跟列 把它保護起來 那當你自動要帶出的時候 你就再把那個範圍 做取消保護 丟完之後再把它保護起來 有沒有前面有講過吧 我們好像有特別講到那個 這樣子如果可以做的話 你Excel 將來要能夠自動化輸入一些東西 就會變得很簡單 OK 所以這部分 我是覺得實用度還蠻高 所以特別來再講一下 那你說難度會不會很高 主要還是了解那個邏輯 那個物件在哪裡 然後還有target這個引述物件 裡面 像.column.row 大概熟悉一下 我想其他應該就變簡單了 我們試一下喔